另外台湾总统蔡英文 今天出席世界民主运动 全球大会开幕一事时就表示 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加上中国不断对台湾文攻武吓 显示全球民主国家 正在遭受冷战以来最大的挑战 虽然如此台湾是不会动摇的 反而会努力捍卫民主 同时帮助乌克兰人民渡过难关 在此 moment, democracies and rule-based order are facing the greatest challenges since the Cold War. As we work diligently to remedy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on global health and economy, we also have to combat authoritarian regimes' attempts to corrod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tarnish human rights and civic space. 蔡英文强调近几年来 中国对台湾的挑衅威胁越加频繁 从军事威吓、网络攻击 再到经济压迫制裁 而中国这么做都只是为了 给台湾人民制造恐吓和焦虑 动摇台湾人民一直努力捍卫的民主权益 这场大会从今天开始直到27号 全球超过70国的300多名政要、 学者和民运分子都出席这场重要活动 通常都已经影响了 和中国计划相应所有限迁的 并不合适应不合适应 就在一旦有限币的 这场基本上缺慢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